这次颁奖是周杰伦脸色最难堪的一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嘿大家好 这里是娱乐热榜之周杰伦 大家都知道呢 周杰伦被誉为国人之光 公然抵制寒流 蔡徐坤想碰瓷 结果被 在一次晚会上呢 蔡徐坤在接受颁奖的时候呢 拍下座的周杰伦呢 脸色并不悦哦 看上去周董的脸色有点凝重 并不是周杰伦对这位唱跳俱佳的RAP选手有什么偏见 是因为这首获奖单曲是Write,Write,Write 一首纯英文的英文单曲 令人啼笑皆碑的是呢 这首英文单曲竟然成了华语榜的获奖单曲 周杰伦呢 曾经表示不要让韩流太过于嚣张 可是蔡徐坤呢 却以一己之力给内娱蒙羞 是蔡徐坤呢狠狠的把这个韩流甩在了周董的脸上 据悉呢 在颁奖之前呢 蔡徐坤跟周杰伦的事件呢 刚刚落下帷幕 而就在2019年7月21日呢 周杰伦的微博招货话题 一直位居榜首 并且以1.1亿量的影响力位居榜首 周杰伦打败了蝉联54周的冠军蔡徐坤 然而引发这一切的就是一个低逼的一折茄子 一名网友问到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 为什么一票难求呢 而且这个粉丝呢 还质疑周杰伦的粉丝量 原因让人提笑皆碑 就是因为他的微博超换牌上名 关心转发代言都未破万 意识及其参同量 然而随着网友的转发 随即这个帖子呢 被上了热搜 最近呢 有不少人和粉丝一起为周杰伦打榜 不关注饭圈的打工族呢 也开始纷纷的转发 并且一度呢 将周杰伦的话题送上了热搜第二名 因周董的粉丝一般是80后或95后为主 于是呢 粉丝纷纷的为其打榜 看到周杰伦话题的一度上升 而蔡许坤的粉丝呢 感觉到了一丝丝的不安 于是便拥有了流量与情怀的争斗 于是呢 便做了相关的数据 一度跟周杰伦保持有10万左右的数据差 在众多粉丝以及明星跟官微的支持下 周杰伦的话题积分 在其榜单公布之前呢 一跃成为第一名 后呢 蔡许坤宣称将退出各项数据的榜单竞争 真是印证了周杰伦的那么一句话 不要让寒流越来越嚣张 滑流才是最屌 这问题来了 你认可周杰伦的这句话吗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 这里是娱乐热榜之周杰伦 你不过来 看我 我看你 我看你 感谢观看